請到兩位小姐姐來當老師 一位是Melody姐姐 來我們掌聲歡迎她好不好 還有一位 Catherine姐姐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麻煩他們兩位 來當各位上很精彩的課程 也請大家能夠專心的聽 認真的學 有問題盡量發問 這是一個很輕鬆的課程 好不好 好 來我們這次掌聲歡迎他們兩位 剛剛各位準備了一些 餐前有麵包之外呢 然後我們還有準備的是沙拉 老衛斯著名的冰蒜翡翠沙拉 這是我們70幾年的一個傳統 那接下來會有一個開胃菜 那開胃菜的部分 我們幫各位準備的是一個海鮮拼盤 那海鮮拼盤上會有干貝啊 會有那個鮑魚啊 然後生蠔等等的東西 那再來是我們的湯 今天幫各位準備的湯 我們有準備了兩種 一個是牛尾湯 還有另外一個是南瓜濃湯 非常的應景 那主餐的部分就有很多選擇 那當然會推進各位吃的 還是這個老衛斯今年暢銷的這個牛肋排 那我們幫各位準備的是這個 6盎司左右的一個份量 那會附上我們最經典的一些配菜 像有很英式傳統的這個 奶油香甜玉米粒 還有菠菜泥還有青豆 那餐後的話 我也會有一個甜點跟咖啡茶的一個東西 對那整個套餐上像 看起來是非常的豐富 那也非常的超級這樣 是是是 我這個聖誕大餐 我聽了我就覺得我垂顏三尺 不過我覺得還有一個更好的消息呢 我聽說跨年 跨年還有一個宴會對不對 這個餐廳優惠跟我們關係 對跨年的東西特別值得去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餐廳前面大樓的廣場 有一個大概有萬坪的一個空間 那這空間是屬於私人的一個管制區域 那我們今年特別開放給在老衛斯餐廳 在跨年夜這天用餐的客人都可以在上面 很近距離的去看煙火 然後不用跟人家去擠 那要上個洗手間也很方便 那我們也提供了暖暖包 戶外的暖爐 那我們也請專業攝影師來幫我們的客人拍照 那攝影師還會拍我們的101的煙火照片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煙火照片跟這個客人的照片合成 然後我們把它輸出六層九吋的送給我們的客人 那另外當然我們也準備一些飲料啊 調酒啊 或是一些像氣泡酒這樣的東西來交代他們 那大家一起來很歡心的來回來 歡迎這個2013年的到來 意思是說我們就不用跟人家人擠人了嗎 不用不用不用 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好處 那它是一個專屬的區域 而且您就沒有這種 可能有時候要上洗手間的問題啊等等 就很容易的能夠解決 我們提供了一些保暖的設備 謝謝你 謝謝謝謝 秀入口 在這個中國銀堂的地下一樓 送人路105號 那我們電話是2729-8555 02-2729-8555 02-2729-8555 是的 謝謝 龐然大物 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我們勞爾斯最特別的一樣東西 它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是一個手工打造的一台餐車 這台車呢 價值三萬塊美金一台 大概一百萬台幣 不含這個關稅跟預費 那當初呢 這個我們在1939年開店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這台車 那時候要價值差不多兩千塊美金 是等於一台凱迪拉克的價格 那整台車它是手工打造 然後符合一個熱氣體學的一個原理 讓食物能夠在裡面保溫 我們可以請師傅幫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把它開一下燈 那我們美國頂級牛肉肉都會放在這裡面 然後有玉米粒 菠菜泥 青豆跟馬鈴薯泥 還有那邊有一些醬汁的部分 那我們的師傅呢 都會幫我們把餐車拉到這邊 那現場依照客人需要的熟度跟分量 去幫客人做服務 對 那是這樣 這個肉才在這邊來做料理 它基本上是在廚房裡面烤好 經過大概兩個鐘頭 兩個半鐘頭的烤箱再烤好 之後我們把它放到車裡面來做保溫 這樣大家才能到每一個客人的桌邊 是現場幫他去調理這樣 那幫他切下來 看他要的分量跟他的熟度 對 OK 對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除了這個勞利斯的一個聖誕大餐以外 那可不可以再幫我們解釋一下 那個講一下今天的慈善餐會 是這樣的 因為勞利斯餐廳今年 在台灣剛好是十周年 那我們每年其實例行性都會辦一些慈善活動 那今年我們是特別邀請 就是請兒福聯盟幫我們邀請到 基隆榮盛國小 然後找一些弱勢的小朋友 那一起過來 那我們來幫他上這個西餐禮的課程 那也希望在這個夜單假節馬上來臨的時候 能請他們吃個大餐 那算是三進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 然後能夠懂得一些回饋 那也希望這些小朋友這樣長大之後 如果有能力的話也可以一樣回饋給這個社會 那也謝謝校長帶他們大家小朋友一起過來 然後請校長跟你講幾句話 這邊就是謝謝勞利斯餐廳 還有我們兒福聯盟的一個牽線 然後讓我們小朋友 在基隆市這樣的一個算郊區的學校 那能夠來到台北市這邊的一個 算是一個滿 莊園蠻大的一個餐廳 那來學習一個西餐的禮 這樣子滿感謝的 謝謝 謝謝 這可以嗎 這就是勞利斯餐廳 就讓我們小朋友這個機會 來這邊來學習西餐 那借這個機會 來想像這樣的一個美味的一個西餐 謝謝 那一樣就是依照王力還是一樣辦了一個 這樣年終的一個感恩餐會 那我們將來還是一樣 每年我們都會找一些不同的社福團體 不同的地域性 或是不同的組織的一些小朋友 那這